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VR的麦克风 这个是Sennheiser德国所制作的叫AMBO AMBO VR麦克风 所以当你看的时候它有这个盖子 然后把它拿下来 当你看的时候它是有 一二三四四个麦克风的出口 然后它是XYZ 接上用四个XLR 然后用两个XLR是要共享换电 就是加48V 它录制到你当使用这麦克风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只有两个XLR的相机 你就必须要用到外接的声音的录制 然后录制四个不同的声道 所以当你用这麦克风录制 环境立体声 可以讲是立体声吗VR麦克风立体声的时候 它的声音比如说子弹从左到右穿过去的时候 它声音每个麦克风收的大小 它就有四个不同声道的大小 然后后期你需要用到它的一个软件 把它结合出来 就变成一个可以变成两个声道 也可以变成四个喇叭声道的一个立体声 就是由前期录制立体声道后期录制 这个就是Sennheiser的AMBO VR麦克风 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很重 这个很重 做工的确就是德国的做工 很重的一个做工 然后它售价不便宜 1500英镑 就差不多1万多人民币 所以它整个一条线连起来 它是一个用个特别的接口 可以看到用个特别的接口 把它接在这边去转换成四个XLR 这个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了 但是这一次我是个人在 这一个展销会上看到Sennheiser 他们用做的这些东西 可以看到这四个麦克风 它们都是电容式麦克风 对就是Condense麦克风 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所以它的各方面做工 你可以看到都是很金属感很强 哇有灰音 然后现在我用的就是RAW的Percentermine 然后来去测试这个 但现在这边不能给大家听 因为我所录制的并没有四个XLR接口 但是这个就是大概刚才从人员讲了以后 就发现这四个麦克风 就是这样子录制一个VR的麦克风 它现在已经有出现一年多了 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VR的声音 你说这样子录制声音 就好像把四个麦克风 变成了一个麦克风去录制 但是这个麦克风我还没使用过 我是蛮有兴趣的 好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 下次有趣再见 拜 错 都很结实 都很结实